《枪枪三人行》 专门我们老板转文涛月 有批示 对 中南海过来的信 这是一位广州天河的 姓武的观众朋友 是吧 我要对他表示 趁什么信老板都看 我们的观众来信 我的天哪 老板是凤凰卫视 看的时间最长的观众 你知道吗 他好像不睡觉的人 你怪不得最近瘦那么多 你看 说窦文涛主持的 《枪枪三人行》节目 是我爱看的 是我的节目之一 每场必看 在长期享受的同时 深感他们三个人 距离那么近 讲话的时候口水喷出 而他们用的茶杯 不加盖 很不卫生 特别在当前流感猖獗的今天 所以他说 给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 而且从最近该节目开播时 豆曾先后两次提到 有观众和医生 对他们用的茶杯 不加盖提出意见 但他都是一笑置之 坚决不改 他如此蔑视观众的忠告 不仅损害他本人形象 也影响观众对凤凰台的好感 这除了暴露他个人的傲慢 也折射出于柜台的管制能力 我的天 这观众太能联想 谦虚 使人进步 骄傲 使人落后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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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从我们不用杯盖开始 所以我们老板很重视 在这儿 我觉得也得跟这个五先生 和很多关心我们卫生的朋友说一下 我不是不考虑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都能拿来在节目上讲的 比如说 这个杯盖 大家看看一个小节目改点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曾经想过加个盖 但加盖的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他喝东西的时候 会影响我们的录音 所以我们才 而且后来我们也想到 这个入乡随俗的问题 每一个饭桌上 每个人喝饮料那个杯子 恐怕做的比我们还近 全国人民不也就是喷喷喷喷喷喷喷 而且还有你看其他国家 包括欧美的发达国家 他们的谈话节目 杯子也是没杯盖的 而且最近不是有人说了吗 我觉得这个事 我们全世界是不是个大骗局 怎么了 因为欧盟有官员出来讲了 这几天的大新闻 说是这个甲硫的这个危害 是不是被夸大了 说是甚至说世界卫生组织里边 有这个大药厂的人 弄出这个甲硫疫苗 说付出这么大的成本 这几天香港和很多国家政府 都开始退订了 比如说美国给澳洲的一个大药厂 原来订2000多万份的那个 甲硫服 甲硫疫苗 然后现在又退 退1000多万 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像那么严重 然后我发现英国官员 赶快就出来说了 说别 我发现这个资本主义 他们也有内部矛盾的 英国的官员说 别听他们胡说 我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 绝没有这个利益相关人 但是现在都怀疑 这个疫苗 跟这个大药厂 大的制药集团 为了谋取暴力 故意把这个事情夸大 有没有关系 至少这几天很多权威媒体 都在报这个新闻 那我们中国那个疫苗呢 好像暂时一切良好 说是这个出现副作用的这个比率 跟世界标准 没有超过世界标准 已经中国也不先算利益吧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说到底就是悲剧 悲剧 没错 你刚刚说跟老板有关 我还以为老板给我们一个玉刺碑 真的要 我们要研究一下 公安听的 对 所以说还是要向这位观众 这个解释一下 感谢他的这个关心 但是这个碑子影响录音的问题 确实我们在研究吧 当然 最近的媒体也是很神秘 有人说是接什么黑幕 你知道这两天最大的事 问道肯定知道了 百度 百度被黑 就是多少人长达五六个小时吧 多少人一上百度 夸西去了伊朗 然后呢 我看目前猜测性的报道讲 有个伊朗军团 伊朗军团不知道 什么叫伊朗军团 就是个网络组织 网络组织 不是伊朗人是吧 是伊朗人 是伊朗人 但是常常在伊朗活跃 起码这个组织 但是专家也提醒 就说不要轻易怨人家伊朗 对 可能无关的 对 但是就说这个 因为你一点 大流士后代 波斯军团 你一点这个百度啊 夸一下 你就上了这个伊朗军团的页面 甚至上面有警告的词语 英文的警告词语 说的是 这个好像的意思啊 就百度背后有美资 就是说我们要让美国 现在小小 伊朗跟美国打仗 牵涉到百度来了 警告你们一下 警告你们一下 但是呢 这一下子 中国你知道吗 也有军团呢 叫中国红军 对对对 很有名的 中国红军已然宣布 近日伊朗多个政府部门的网站 遭到他们的攻击 这下一点伊朗政府网站 啪就全是中国红军 这个网络大战 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 其实跟伊朗政府是没关系的 因为伊朗军团呢 过去也常常黑他们自己政府 或官方 这个不在他们政府控制范围 而且你要知道 这很可能是假照的 你谁晓得呢 对不对 因为网络世界把你说 我们是个什么军团 就算你说是中国红军 有天搞了什么 他其实真正搞的 也不一定是中国红军 但是是不是就像有些电影拍出来的 就可能就是个把人呢 很有可能 就是你看美国电影 现在常常塑造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书呆子一样的 是行动都不太方便的 对 但是周围搞了很多乱七八糟电脑 好像他一个人就能操纵 变成一种大的事情 其实现在是这样 是有这种可能 这种事儿啊 最值得注意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的地方 这两个国家 就伊朗跟中国 在国际上 有一样东西是共同有名的 这是网络的管制 因为伊朗管制的 当然伊朗管制很严 伊朗的管制跟我们呢 有点不一样 伊朗过去传统上是管制 社情比我们厉害 那我们是管政治比较多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点相反了 中国最近开始管黄的东西 开始也管严了 那伊朗呢 现在是 不是伊朗这一两年 一直老闹事吗 反对派 所以呢 他们政治管制也越来越严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 这次是两个 以网络管制文明的国家 出了彼此这么一个小矛盾 这也挺好玩 而且我觉得他说这个 那天咱们讲扫黄 还就讲到网络管制 我觉得我们的网络管制啊 有一点这个逻辑上的问题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来说啊 好比说很多这个娱乐八卦 什么狗仔队 这些被称为黄色新闻 你发现没有 我们这些东西大行其道 跟香港这台台湾这学的 但是呢 当我们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开始觉得很过分 但是想想也就算了 为什么呢 是觉得西方不也是有这些吗 我们接受这些 感觉我们还跟国际接轨 还很洋派 你明白吗 可是为什么 我说他有个逻辑上的问题呢 这些黄色新闻 最近台湾台北市长郝龙斌 严打的这个动新闻 评通过日报的这个动新闻 这说明什么呢 包括台湾原来为什么上街游行啊 包括香港 为什么也为了这些事上街游行啊 就是说 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 他也不认为这是好的 可是呢 他投鼠忌器 他为什么不得不容忍这些存在呢 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重要的 他怕影响了言论自由 对吧 他的就说是公众可以有知情权 每次包括在美国立法的时候 他都是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老有点赞同这个 全盘西化呢 因为我们过去 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 不是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叫全盘西化啊 我只知道说 当然谁都知道 最理想的是 把外面的糟糕挡出去 把外面的精华拿进来 可是我觉得 你往往要这么理解的话 事实上变成 我们目前社会里 真正事关公众利益的很多议题 我们也了解 他的报道是受一定限制规管的 就是这个我们倒管得严 可是呢 那些个资本主义 也不认为是好的东西 是人家不得不容忍的东西呢 我们却可以以国际化的名义 说好好好 我们这些可以 那么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逻辑上有点说不通 这一向都是这样 我们这一几年就是 这叫做娱乐 大家爱怎么娱乐都行 脑子就不要动太多 是啊 原来我试过 在内地可以 上到Playboy这样的网站 可以 可以 但是呢 那个中国共产党 就变成敏感词 对 所以他们打上去 伟大光荣正确的敏感词 对 就是说 你没办法 伟大光荣的正确的敏感词 万岁 就这样 对 就是 他觉得 这怎么办呢 这个好像很搞笑 而且有些 叫我说 真要管 就全管 咱们干脆就闭关锁国 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美好的这个国家 现在本来呢 就有个想法 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将来 可能会往一个非常超级大型的区域网的方向发展 什么区域网呢 因为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国际通行的很大的网站 我们这是打不开的嘛 比如说YouTube Twitter 这些全线 Facebook 这很多人都在玩 那中国呢 现在情况是这样 就这些网进不来 但是我们有中国版嘛 比如说外国有YouTube 我们有优酷 对不对 你们有Facebook 我们有开心网 然后就我们什么都弄个中国版 但是跟外面互不相通 那么这样慢慢慢慢 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区域网 我们也不担心 为什么我们三亿多网民将来还更多 我们自己关起门来乐得很 关起门来乐得很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刚才说了一个 就是说现在媒体的很多内容 让人这个看了笨下去 这个引起我想起 最近我在亚洲周刊上看的一篇文章 我过去还真没从这个计算上想过 就是过去我们说渔民政策 往往指的是这个当政者 是政府 其实不见得 媒体啊 也可以行使这个渔民政策 当然 这个亚洲周刊上有个叫林佩里的人 写了一篇文章 叫文化民粹主义的悲哀 他是指的台湾最近严打那个洞新闻 就搞的那种为了点击率很庸俗的那些 对 把新闻漫画画 漫画画嘛 就是说一味追求销路点击率 话题的娱乐性的这些传媒 把新闻资讯的传媒和接收变成了一个垃圾入 垃圾出 这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废物处理过程 他说呢 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机制 是这个社会化的驱动者 和政治现实的诠释者和调解者 你这个传媒啊 你有这个功能 但是呢 如果他只懂得制造洞新闻一类的东西 不仅是个败坏品味迟钝感觉的问题 而且他混淆视听 削弱判断 用一个法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 阿多诺的话说呀 对德国这样的传媒啊 是把启蒙的可能变成了野蛮化的可能 使大众变成一堆愚民 他就批评香港 他说香港今天的文化是和人文危机啊 是任何跟文化沾边的东西 不管你是电影电视流行音乐 还是传媒教育 写作出版都在急速的 义无反顾的 而又理直气壮的笨下去 笨下去啊 有个英文叫做Diamond D-U-M-P-B-I-N-G Diamond 就是说英文叫做这个笨下去 指的就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 为了迁就 没有素质又缺乏耐性的消费者 永无休止的 往这个白痴化 弱智化的低端发展 他说你这样笨下去笨下去笨下去 然后呢 他说西方学术界对于这种文化的这种笨下去啊 一直很警觉 他说但是呢 比如他就提到 他说这个他这个角度啊 就是说苹果日报在政治立场上 旗帜鲜明的支持民主 但是呢 这个民主啊 是需要独立判断能力 和民主参与的这个先决条件 也就是说啊 你这个媒体使得看的这个人 整天就这种娱乐八卦 你知道吗 他这个脑子 这样的国民 怎么样能参加民主啊 不过这个 他讲的林佩里 其实一直都是用一个这种 倾向法案克服学派的一个模式 来批评这些事 但是呢 这里面我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娱乐 不一定是坏事 对 娱乐有时候会产生很积极的意义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看去年中国网民 把很多事都弄得娱乐化 你记不记得绿霸事件 他们不是出了一个绿霸娘吗 网民 那也是很娱乐的事 对不对 像草泥马 什么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这种娱乐精神 他其实可以很有 他这恰恰是关注了现实 对 用娱乐精神去关注现实 去介入现实 但是有些个报道 你会发现 他实际上在另一个世界 我懂你 他远离现实的 跟这个事件之 比如说弱势群体 比如说是这个国家的命运 和未来社会上的这些热点 热门问题 没有关系的 可是你要想想看 今天我们的体制比较特别 就是一方面 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 某个程度上讲 都是官办的 都是国家的 但是呢 他又要在市场上谋生 要在市场上竞争 好 那你媒体在市场上要竞争 比什么呢 比读者 比这个销售量 对不对 那用什么来吸引读者 或者观众呢 那如果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 或者相对开放的市场 它可能比很多东西 比如说新闻的数值 观点 各方面 可是问题是 你要谈硬的新闻这些东西 我们知道在中国 恰恰是有管制 而且是比较严 所以唯一一块 大家可以自由竞争的 恰恰是娱乐 乐土 就是乐土嘛 中国 零肉分离 对 它的灵呢 是被 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管着的 对 它的肉呢 要在市场上自己存活 没错 它那个灵呢 不给你提供食物的 所以你怎么存活呢 你就靠娱乐 所以我不大赞成 它那个纯粹精英的立场 一股脑子讲精英 讲那个娱乐 其实娱乐 它讲的一方面 如果在香港来看 那是后现代的一个 全世界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文化 危机的一部分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 这个娱乐 情况很复杂 就好像刚才他说了 它有时候存在着反专制的 没错 可能性 有时候 恰恰是专制允许它来转移 大众视线的一种功能 有时候就是造成了传媒的这个 就我讲的这个 零肉分离 就一个报纸啊 他们管思想是有人管 可是他们那个报纸的主编就说 他们只管思想 只管条条框框 不管我们怎么生活 就是广告 我们还得自己去谋生 没错 身体放到了社会 脑子还要有领导管 没错 我为什么觉得是就有点别扭 你像我已经是最俗气的人了 我到香港我最爱看的这些 我平常看的报纸 跟你们看的都不一样 我最爱看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都觉得 我这样都觉得 不能混下去 有点问题了呢 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啊 是你要看这些个 甚至是黄色画报都可以 但是它有纽约时报啊 它有这些南方周末啊 它有各种各样的 约客啊 这是一个健康的机体 就像徐老师说的 零和肉 但是你别说 我最近一年来 我怎么觉得全是肉呢 我就觉得有点 所以今天中国综合企 刚才我们两节讲的东西是这样 第一 我们中国是个很快乐的 观企门来自己乐的局域网 第二 这个乐还是肉体之乐 肉体 就我们是全世界 非常独特的 我们网上 在全世界是非常独特的 一块纯肉体的一个乐园 脑子呢 一定也关在马列理论里 身体呢 泡在三温奶浴缸里 这就是 这就是那个 太好了 这就是 伤咒王那个什么 两个脚 九十肉铃啊 两个脚 两个人同时在批你按摩 感谢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网络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挑战在哪呢 就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报纸 电台 电视 所有的这些传媒呢 其实理论上都是属于政府的 对啊 虽然有民间办 但是也都基本上属于政府 比方说政府可以出一个通知 让你们在某一个新闻 大家都不要报 或者大家都要报 有一篇文章 大家都要 那么现在出现的是网络 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很难完全属于政府 它在形态上 你可以管几个主要的大网站 但是这个网络的东西很复杂很乱 你很多你就算在法理上 你在经济上 你在罗络上 你都不能完全被这个 这个政府控制 所以这个问题就带来的非常大 因为相对来说 比方说在其他的有些国家呢 它的传媒 它是属于社会的 政府可以管 但是你只是管的一股力量 但另外商界也在管 民众也在管 什么人都在管 它是属于社会的一个东西 政府是管它的其中一个力量 在中国政府是管所有这些主要力量 可是管到传媒 我现在发现他们的传统的管理方法 比方发一个通知啊之类的 调动人啊 甚至开天窗啊等等 这类的方法一直都用 但是到了网络 要与时俱进 要有新方法了 我具体觉得 对这个宣传部门 管理部门来说 网络的管理 因为它实在不是一个 从法理上从属于政府的一个 而且你知道吗 不完全 它太快 所以呢 为什么像推特啊 这种东西啊 它是 每一个人自己就是媒体 对 但是因此我们国家才需要 关键词搜索嘛 就我没办法 给每个网民下 这就是很忙嘛 每天给全国三亿的网民发邮件 今天注意 不行 那就关键词管理嘛 全一阵 不是听说推特也被黑了 被封掉 在中国是上不掉的 上不到 用手机才能上 用特别的方法 但我觉得好玩在哪 就互联网出现啊 猝使了某种的传统左翼精神的出现 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这个伊朗军团 为什么要是黑百度 它可能是真的是伊朗军团 可能不是 但你要知道 全世界有这么一群网民 就像你刚才说 美国电影里面的那种人 他呢 有一个倾向原则 就他看任何网络管制不顺眼 什么地方在管 我就来弄一弄 他身居斗尸胸怀天下 他觉得全世界应该是大同的 自由的 来去没有限制的 要打破国界的 人类应该世界大同是这样的 第二呢 就网民天然有一种愿意跟人免费共享的精神 就有点回到资本主义前那种礼物经济学 我送礼给你 你送礼给我 那你说我们得了什么实际好处 可能没得 但不重要 交换最重要 所以为什么 我这个体现这个精神最好 就前阵子不是说美剧啊 美国电影都不能下载吗 但是好像又恢复了 就是这种美剧的字幕组翻译 哎呦真是 我们看都看过吧 都是一些志愿者 对 你看就知道 你买那个翻版盗版碟 开始翻得很差 不会的 现在好得不得了 我给你讲 现在有些那个蓝光的那个 那个字幕啊 有一个阶段累死我了 他不翻还好呢 我跟你说这个盗版碟 你说盗版碟 从资本主义逻辑来讲 这个盗版商 国际资源军 他是要卖钱的 对不对 他卖钱他该弄好点 不 他那个字幕翻得很烂 反过来互联网上 这帮字幕组 他没挣钱 他就纯粹几个哥们 自己弄 这就是理想主义的家 这理想主义 国际无产者资源军 做的还好 还比较谁做的好 没错 这了不起吧 我觉得网民 这真是共产主义者 太伟大了 现在听说是还能下载 那种感光的数量 谢谢